刚才我们说到呢 在广西南宁有位姓曾的姑娘 本来在路上走得好好的 却突然被人踹了一脚 从电动车上摔下来了 导致颅内出血差点失去了生命 案发7天之后 南宁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 就是这个捉毛海 经过询问 捉毛海承认作案 并且供述了自己的这个作案 动机呢 是为了抢夺小曾的胯包 2017年3月27号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这个案子 本来嘛 有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接下来应该是没什么悬念了 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事没那么简单 因为就在这时候 捉毛海却突然翻供了 法庭之上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 面对法官 捉毛海表示 自个儿压根就不是抢劫 当初那供述都是自个儿瞎掰的 先不说这话 可信度有多高 捉毛海既然说自个儿不是为了抢劫 那他无缘无故的 为什么要突然袭击小曾呢 对此呢 捉毛海是这么说的 按照周毛海的说法 事发当晚喝多了酒 糊里糊里糊的就踹了小曾一脚 真的是没有任何抢劫的念头 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 周毛海提到的是小曾的垮包 原来小曾倒地失去意识之后 他那垮包呢 仍然是在身旁 并没有丢失 周毛海就说了 如果我要是真想抢劫的话 我把他踹倒之后 肯定直接拿着包就走了 怎么可能还把那包 继续留在他身边呢 正是凭借这一点 周毛海当庭翻过 他表示检察机关 以涉嫌抢劫罪 对他提起公诉 那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他涉嫌的是故意伤害罪 也许有人会说了 甭管是抢劫罪 还是故意伤害罪 你把人家小曾害成那样 那都要接受惩罚 至于什么罪名 有什么区别 告诉你们 那区别可大了去了 故意伤害是重伤的话 按照法律规定 刑法律规定是三到十年 如果是抢劫自然重伤的话 是十年以上 可以达到无期实行 他现在是抢劫自然重伤 起刑点就十年以上了 所以说还是起刑点就差很远了 简单的说 按照咱们国家刑法的规定 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 在量刑上 那确实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 周毛海之所以会分共 坚称自个儿是故意伤人 其实就是为了逃避惩罚 看看